请各位开启326班级乘机查询 我的需求是这样子 这里面的话上面有一个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就是说 当然未来也有可能是 这个是放在另外工作表 这个又是放另外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 当然跨工作表的应用 你可以用我前面讲过定义名称 如果没有没关系 反正我们主要是示意一下 那也就是我今天假设我这边选取一般的话 那我就把A栏里面是一般的这个资料 怎么样 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OK 也就是找到一个就放我放一个 所以第一个是第二个是第三个是 也就是把 所以找的话一定是找A栏 然后取得资料 也就是可以把什么呢 它的二三四五栏的资料帮我带过来 当然以这一题来看 这个当然你如果用VIRUS函数也可以办得到 但是VIRUS办不到的部分就是说 那问题是我要怎么讲 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那可是有的不是那怎么办 如何可以避开 就是不是的那些资料 就把一般比如说我下拉清单点一般 他就帮我把一般的资料带过来 目前是没有了 那怎么做 其实 但是当然几个方法 因为我原来我的教法是这样 我原来讲的时候呢 在这里 326 我原来是利用ECL里面的函数来解 但是ECL里面的函数必须用 IF加small加index加ifl 还没有结束 还必须再加一个什么配合RAW 而且最后的话呢 一定要用阵列的方式执行 阵列的话呢 这个外面有个大瓜 我这个大瓜不是自己打的 是你必须按什么 Ctrl Shift加Enter才能完成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最后的结果的话 就是这个最后公式 所以我弄个这个 如果这在第二页 第二页里面 你复制的话 你只能复制到大瓜糊里面的东西 大瓜糊是要自己按Ctrl Shift加Enter才能完成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你可不可以看 所以我游标放这边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然后你要执行的话 大瓜糊不是自己打的 是必须要在这个游标放在公式里面 按Ctrl Shift加Enter 那有点像是在那个公式里面 可以帮你跑回圈的意思 太厉害了 这公式里面也可以写一个回圈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出错的话 到底错哪里 我跟各位讲 大部分同学应该 你看这就做好了 二班 三班 有没有 自己OK 可是问题 这么一长串公式 我光讲完之后同学说 老师投降了 我还没 还没 太复杂了 什么东西都放在这里 所以后来我就换一个方式 用VBA写 老师我们学VBA算了 所以我本来是要讲 我本来发现 这些你可以参考 所以仅公式参考 不是不想讲 而是因为讲完之后 阵亡率太高了 OK 所以我干脆讲重要的 你干脆像这一题 请各位建议你 就直接写VBA算了 那怎么写VBA 很简单 反而非常的容易 所以把这个复制过来 那我写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写法应该是会比各位想的 还来的更 所以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可以一样 在这个开发人员里面 在这边我先把这一题先关掉 OK 把它储存一下 然后我的程式底下也有了 其实程式就这么多而已 我先拿这个来 来做一个demo 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组 把这边先加一下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三班的话 执行 三班就过来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你必须要在这个旁边加一个按钮 名称叫做 比如说我叫班级 也就是当我选了一个 一个班级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选一班 好改一班 班级 一班就出来了 如果选二班 二班就出来了 结果一不一样 一样 那怎么写 基本上 比你想象中还简单一些 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从头来看过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 FORI 等于 第几列 意思就是说我要找的范围 所以从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这个 加一个NAS 做什么呢 帮我把什么呢 这个Sales 就是A欄的资料 做笔对一副 如果我左边的这边的储存格 从第几列 第I列 的A欄 意思就是那个人的班级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现在选的这个储存格 那当然因为它固定 所以我用RANGE 哪一个储存格呢 H2这个储存格 如果两个相等的话 空一个RAN 然后做什么呢 那是一样END IF OK 如果两个相同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 那我就把什么呢 这边先清空一下 我就把 这边的资料 把什么呢 它同一列的 有没有 B C D E 这四个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来 这个放这里 OK 那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 那问题我现在要放在哪一个位置 这边从第五列开始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这边可以跟刚刚一样 做一件事情 K 等于5 意思说我先第一次找到放在第五列 OK 那怎么放呢 我就是把什么 放在哪里 放在Sales 的DK列 因为我放在K列的哪一栏 GHIJ 所以我先放G 等于什么呢 其实拿上面这个来复制比较快 把这个复制过来到后面 不是这个A栏是班级 可是我不是班级 我要姓名 所以把这边改成B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就写完姓名了 语文 那语文呢 其实很简单 Ctrl C 再来 Ctrl V 会吧 四个 G H I J 有没有 B C D E 搞定了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呢 他就帮我全部找完 如果是一样的 就call过 还要少一个 什么 K的 K 等于K 加E 因为没有写这个的话 他全部都写到第五列了 诶 程式就写完了 不信的话 我们来乱乱看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吧 回圈应该会写吧 逻辑比对 这个也是把这个跟这个比比看 一样的话呢 就把他后面的东西call过来 后面东西call过来 就写这样而已啊 后面K等于K加E 这个刚才有写过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这样一般的话 按个班级 就刚刚的程式 一般OK了 诶 然后再来的话二班 按下去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还有一个bug 什么bug 诶 二班不是只有两个吗 一个两个 可是问题 下面怎么还多这些 所以 这个bug是 你如果说 要call资料之前 应该怎么 可能要先把旧资料先清空 不然的话 他可能会残留什么 旧的资料 像一般 因为你如果二班 盖上他只有两个人 所以变成说 他会上面两列 下面的话就没有盖到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很简单 就用range 来把它删除 range 哪个range 就是这个范围 曲的第五列 到J的第十二列 所以 曲的第五列 所以你就写一个 曲5 到J的第十二列 然后后面加一个点 清除资料 clear contents 就可以 这样的话 应该就大功道成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二班 三班 三班 清除 然后放心的 二班 OK了 一班 一班 OK了 不过理论上 如果你要写得更完美一点 更OK 也是跟刚刚一样 你看 比对比对 这个回圈 找到之后的话 其实需不需要加一个4 要一直往下找 因为他不是像刚刚那样 找到一个而已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就写完了 程式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其实这个地方还可以写得更简单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假设 我们是连续的话 如果是连续范围 我们可以整个把它抠过来就可以了 你不用写四行 你其实写一行就好 但是这样改 这个地方 我想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比较精简的 写完这个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 可能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把它改成用Range方式来写 第二个的话 就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将来 可不可以不要按按钮 因为现在多按一个按钮 虽然也不影响 可是感觉好像就多那么一个动作 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地方 如果他下拉清单点下去 就自动帮我握客了 就不要说还要再多按一个按钮 这要怎么做 开猜客办做得出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这一题先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如果你两个比对之后 你会发现 如果像刚刚我们还要用写公式 用if small 然后if l index 哇一堆 然后最后还要执行正列 我看干脆你就写VBA算了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真的 用公式 哪来处理这么复杂的东西 一点都不人性化 而且占不到什么便宜 另外如果你里面的公式 只要有一个地方写错 那很抱歉 你的错误可能 你连要找那个错误的 可能性都很低 你现在不知道错哪里 所以像这种问题 我干脆我就直接写VBA算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